一身花衬衫,犀利又不失幽默,深受不少观众喜爱,资深名嘴及电台主持刘俊耀,因胰脏癌默其病是内胡三总,享年52岁。 他曾出书自曝,15岁起就有抽烟习惯,烟龄长达28年,且担任社会记者喝酒应酬多,续摊赶场是家常便饭,并曾有连续喝酒30多小时的记录,直到为了挽回婚姻与爱妻,他借烟酒,减重21公斤。 号称沉默杀手的胰脏癌,离癌初期难以被发现,常被误诊胃肠炎或胃炎,虽然发病率不高,2017年的十大癌症死因中,胰脏癌排行第八名,但有八成患者确诊后已来不及进行手术,死亡率极高。 专家发现,平时除了少碰烟酒,适量摄取二种营养素的食物,可降低76%罹患胰脏癌的风险。 是意图斜线TVBS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指出,透过多补充液酸与维生素B6,便可降低罹患胰脏癌的风险。 研究员以150位胰脏癌患者及459位非胰脏癌患者为对象,调查他们饮食中叶酸,维生素B6,B12与甲硫胺酸摄取量,发现叶酸摄取量最高的组别,比最低的组别降低了69%罹患胰脏癌的风险,而摄取叶酸与维生素B6最多的组别,更可降低76%的罹癌风险。 是意图斜线TVBS民众平时想预防胰脏癌,可适量摄取以下天然食材,如毛豆、蚕豆、大豆、香菇、五菇、菠菜、卤笋、蛋、猪肝等,均为富含叶酸的食物,至于维生素B6,则可从全骨类、豆类、香蕉、酪梨、菠菜、马铃薯、乳制品、红肉、猪肝、鱼类中摄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